航空航天技术 航空航天技术是一个国家科技、工业和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飞机的心脏 但长期以来 由于中国在航空发动机方面与欧美、俄等世界发动机强国存在着巨大差距 所以中国很多战斗器的发动机都要依赖进口 不过 今日传来的一层好消息 标志着中国在军用航空发动机方面已经逐步缩小了与发动机强国之间的距离 7月2号 归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号《看黎阳》发表了题为 黎阳某型机配装飞机首飞成功的报道文章 有军事观察员结合文章透露的相关细节 以及中国相关发动机研发的时间节点推测 此次报道中提到的发动机型号应该就是涡扇13发动机的增推型 而装备起试飞的飞机则很有可能是歼三腰隐身战斗机 此次的报道这样写道 7月1号 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佩庄黎阳公司某型发动机的飞机轰鸣声震醒了北方寂静的大地 成功实现首飞 上午 9时53分 佩庄黎阳某发动机的飞机昂首冲向天空 按照预定航路完成爬行飞行等任务 10时01分成功着陆 整个飞行过程中发动机工作7分33秒 参数正常 工作稳定 另有军事观察员对火线军情表示 涡扇13是一款由中国贵州航空集团设计生产的中等推力军用涡扇航空发动机 该发动机是在俄国RD33发动机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得到的低含倒笔发动机 此前中国航空报看载的关于中航工业贵州航空发动机研究所 韩东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就曾透露 在2012年涡扇13发动机曾配备给歼31隐身战斗机首飞 由于RD33发动机的加力推力大约在8.5吨左右 所以仿自RD33的涡扇13的推力也基本如此 这样的推力对于歼31这样的中型战机来说显得有些不足 为此规发所开始了涡扇13增推型的研制工作 按照研制的时间节点来看 此次报道的发动机应该是涡扇13的增推型 据了解增推型涡扇13推力将增加到9吨以上 这样歼31的起飞推力就可以在18至19吨左右 为其在空中机动提供充足的动力保障 公开资料显示 涡扇13三立项之初是作为F71骄龙战斗机的配套动力系统 但考虑到目前的金三腰隐身战斗机的原型机也采用RD93发动机 这等同于说金三腰的发动机正在实现国产化 可以认为目前该机全部子系统都已经比较成熟 毫无疑问这将加速金三腰的试飞进度 有助于该机早日实现量产 未来一旦涡扇13成熟量产 还可以配备给利剑引证无人机使用 这样中国三款飞机就都有了一颗中国心 不会再因为发动机问题而限制战机的量产